兩位總統抗議 那不敢說 主張台灣獨立 不敢說 台湖要獨立 過去說 台灣獨立 現在說共和民國台灣 已經是這個獨立的國防 其實共和民國不存在 我親都沒人和 共和民國標示 我感覺 吃不吃了 我開就 也拜託 我們10月8號,我們是政府主管的 在空心政治的表演時,讓我們激發國情 這樣就我正因民進黨的國情 是中華民國的國情,不是台灣國的國情 讓我們喜歡中華民國熱愛國家的激發國情 不要人懂,這是我的個人的說服 如果請我們歡迎大家多多喜歡說一句話 我們收到了三張,明代大概都有收到三張 在我們自己的處理群,給我仔細看了之後 我覺得我們不斷地要呼籲民進黨 你們要精神錯亂,你們就去精神錯亂 不要讓台灣人被你們搞得迷迷糊糊 譬如說這個貴賓寧真正上面寫的是 2023的台灣 National Day 台灣 National Day 我相信所有現場的朋友都知道 什麼叫台灣 National Day 台灣國慶日 但是請問一下民進黨 什麼時候台灣有成立他的國慶日 有他的國慶日了 那另外呢,就為了要混淆世音 為了要這個讓大家搞不清楚 這邊呢,他又寫著說 請攜帶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這就是民進黨一個精神錯亂的政黨 一個精神錯亂的政黨 攜帶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去參加台灣國的國慶日 這是什麼邏輯,這是什麼道理 這是什麼樣子的英文 不是我們說要鼓勵雙語嗎 原來中華民國翻著英文 成變成了台灣 那當然呢,我相信每一位好朋友 包括我們現場的這個民進局 蔣雅玲我們是主祕 主祕 告訴我們大家一下吧 辛亥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 10月10號正式 中華民國建國 是第二年的年代 所以我們請辛亥革命 10月10號 作為中華民國的生日 那我們不知道 再一次的 就剛剛的議題 我們請問一下 台灣到底何時建國了 台灣用10月10號成為你的建國日 不覺得實在很丟臉嗎 不覺得很丟臉嗎 不覺得那些真正支持台灣建國的 民進黨你們那些前輩 看到原來台灣建國是用1911年的10月10日 不覺得很丟臉嗎 大民進黨 所以呢 我們要呼籲 剛剛我們書地長提到的一個關鍵點 是不是當天據說有上千人 被動員來那麼多人 萬人是吧 那是不是大家準備了夜一支國旗 還是怎麼樣子的 我想這個才是我們要提醒大家的 請問台灣到底什麼時候建的國 賴清德 你們不是要建國嗎 不是台灣獨立萬歲嗎 你趕快去建國啊 不要沾關禮帶 外羊頭賣狗肉 台灣沒有獨立對不對 還是台灣獨立啦 獨立日子你 票竊中華民國的10月10日 那我想書地長 懷疑書地長 看我們今天要講的 什麼事 各人要留見 我剛剛說 民進黨一直說 中華民國是最大的公約數 我們想台灣各位八歲都是人黨 因為國家不安全 也不像民進黨跟我們主流台灣獨立的時候 我們這位會對台灣八歲不適合 社會安定 國家不安定 社會就不會穩定 社會穩定 我們台灣八歲想法就沒問題了 你就讓我們請求你 你記得說中華民國 台灣是一個主管黨的國家 那國慶 就讓我們喜歡中華民國的人 進去到現場看我們國慶 讓我們現在看我們國慶 怎麼敢說 我們說總統要來 副總統要來 請進 共產公訴 一個公訴三台 要怎麼請進黨 這民民為了選舉 這個共產公訴 看來好 一個公訴三台 兩條龐 現在五十條沒回來 那我五十條沒回來 那幾天不及三 有點人的阿谷 說給我二緣 叫我去 阿不就大家 在一起臺來問 Pei 算了回來 這黑暗 我沒有辦法先出國政 可是這候我們新 是要幹添堂做誰 幹添堂做誰 幹添堂 說他是一個 這個物質台語公眾 我們台灣民國一直說 穩定 和平不要建建 不要再搞這種東西 就讓你證明讓我們建立法案國籍 我們現在市政府 現在楊雅琳、純任民事回去跟幾人起來 讓我們喜歡中華民國 希望和平不要戰爭的台灣百屆 去法案國籍 表述這是真正的建立法案國籍 我們要一句話說一句話 這樣告訴你 一個人議員三張 所以不能建立法案國籍 那你成功國籍 不要戰爭 我們還是維持現狀 百姓最大的期盼 我們拜託施政 讓我們計劃不行 這樣好嗎